是像那个类似的一样,append 那append就是写一列进去的意思啦,我就写一列 写一列,写一列 有点像插入一列的意思啦,ok append 那比如说像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我就先写入这一个 ok再写入这一个 然后最后把它存档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就这样喔,就可以 把档案呢 存到我们的excel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我有写嘛,写入范本 所以以后啊,你假设要写入到excel的话,你可以至少把这个记下,你们可以试试看好了,比如说把这个在哪里,在第十一页 不过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啦,因为这个等于是后来我加的 因为在上一期,在提课纲的时候 还没有把那个XGP加进来 因为后来我发现XGP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 这一次上课我就顺便把它 把它加进来,应该对大家比较有帮助啦 那excel也是一样,之前是讲资料库 可是我发现好像大家需要excel 所以呢就 改了一个,ok 你们可以在第一端白板上面的这一个 那你们可以先试试看看 把这一 第十一页里面的写入范本 这一段喔 Ctrl C 然后呢,贴到哪里呢?贴到我们的Spider这边喔,那开一个空白的 我把上面注决Delete掉,贴上 把它放大一下好了,Ctrl加 反正它总共就是六行啦 这一行是引用嘛,这一行是建立一个工作簿 工作簿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excel 这个是指定哪个工作表 OK,工作表一打开嘛,不是这个表格的,底下工作表名称 然后呢,append的话就是插入 一笔 等于是说两个栏位啦,因为豆点你看有个 这个应该算是栏位名称啦,一个栏位名称叫MUM就是LUM 豆点,第二栏是TL,可能就电话 那你也可以改成中文啦,比如说编号 那TL也只是电话 然后呢,第一笔RAC 第一笔RAC就是 放它的编号1号,然后电话号码这个 你说老师,那如果我要2号呢,那你再Enter一下嘛 那再怎么样,再append的,第2个 有没有,2号,然后第2号的电话码 最后如果你要存档的话怎么存,很简单嘛 这个跟用什么 这个是工作部物件,其实就指了excel,excel里面有个方法叫Safe 然后存档 那记得 除了档名之外,一定要加上副档名 因为如果你没有加副档名的话,它以后打开 它便无法开启 虽然它是一个excel,但是它没有副档名,它就没办法 点两下可以用excel啦 OK 好,那这样OK了 所以 这个应该就不用装,因为上次有装了,如果你没有错误,应该不会出现什么,Normal就有Name的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它这个时候呢,乱完,你会发现 在根木底下 那因为我应该是放在 这边吧 因为这个是 第1个 我这边是第1个层次啦 那你可以看到 那这里面应该会出现有个sample 点,有没有,这个档,我用修改列子起排序好了 它应该会放在最上面,把它点两下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什么,就是 这样的一个结果 有没有 这样子 就是等于一列里面放两栏 Append的反正就是第1列 第2列,第3列,第4列 OK,这样放应该可以理解吧 将来也说,老师那 我如果放多个的话,你多个啊,你就回圈嘛 反正就回圈看 那个把 那个范围 从第1个到最下面一个 一个 就把Append的放在回圈里面 他就一个 写进去 两个 写进去 三个写进去 这边上个礼拜我们 最后是 讲到那个 把那个 Append的放到回圈里面 本来是写两个回圈 后来我把它 就是 在把它怎么样 优化了之后 可是优化会比较复杂 这个 如果 没有印象回去 再复习一下 OK 云南其实都有答案 OK 应该可以知道吧 这个范本其实还 还蛮好理解的 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我特别 选这个 模组 因为呢 他 真的是 模组里面 应该算是 比较简单的 啊 其他还有另外一个还蛮被使用到像那个Pandas 就那个熊猫啦 没有 可是 他没那么简单啦 他可以 但是喔 我觉得他 这上次好像跟各位讲到 有个叫 他 自己 建了一个 资料形态 叫做DataFrame 那个DataFrame很好用 可是有点复杂是真的 OK 所以如果你的需求是要统计分析 可以用 Pandas 但是如果你只是简单想要 把档案写到Excel 那我觉得杀鸡不要牛刀啦 有没有有些事情简单就不要复杂嘛 对 明明你就是两三个东西 你总不会想要找搬家公司吧 对喔 你跟我 你东西在哪里 就这两样东西 看来你 你应该整我嘛 你知道 你刚才叫 叫Uber Uber会送这种 Uber 他说 抱歉我送吃的 那你可能要找快递之类的 就是工具嘛 反正工具就是应该要找 比较适合的 用在 对的东西上面 OK 类似啦 所以 你说那个 模组这么多 那该怎么选择 所以有的时候 花比较多时间是 你要知道说 不同 不同 就是名称不同 他可能都可以处理一下 但是他们之间到底 有没有哪一些不同的特性 这个是真的最花时间 那我有在云端上面第七个单元 有个列 这个是网络上找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可能不要 稍微清楚一点啦 目前大概有 这个 左边那边有一个表 最下面就Pandas 有没有 倒数第二个就什么 Open Pie XL 那还有其他的 OK 那其他的 所以我为什么会用这个 其实比较玩之后发 倒数第二个好像最简单 所以直接跟你讲说 倒数第二个 来这样用就好了 但我不会说没事 把所有东西把它列表 然后 最后才告诉你说 我觉得多此一举吧 反而增加你们的障碍 因为你们要的应该不是做研究吧 OK 没有说要做个研究报告这样子 那你学完之后 天哪 那最后反而还不会用 因为有时候反而跟你讲太多 反而徒增你的那个 障碍 我觉得啦 因为我以前上课 我发现 我讲很多学生都不记得 反而讲的少 大家不要容易记 所以后来我刚才直接跟你讲 你用这个就好了 啊你说老师那以后呢 没关系啊 没关系 现在有CHOGBT啦 你只要记得那个名称 把那个名称去问CHOGBT 然后请他帮你写相关的范围 他也会帮你写出来啦 对那你就不用特别去背啦 我觉得 应该把时间花在 对的事情上面吧 我觉得现在人的时间都很宝贵嘛 真的不要浪费时间 好 那再来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稍微run一下 然后等于是有点是把 上个礼拜的那个部分 这是在第五单元 所以你 这个可能学习 我是已经都放云端白板 就我的讲义啦 刚刚是第五单元 另外跟第七单元 然后你可以把它打开 那第五单元里面的第 11页这边这一段 这是我刚刚 做的练习 然后 底下这个地方的话 是雪露与sale 雪露与sale的话 这个 这应该是上一次吧 上次练习 然后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底下的话 一样会问chall gpt 因为最近也还蛮常用到这个chall gpt 发现 好像不同语言 其实都ok 不是说只有python很厉害 其实他语言 我发现也都还蛮厉害的 那上一次上课的最最终 优化的版本 是在第13页 有没有 他一样啊 这边 等于是 只是把它拆开来 把append放在回圈里面 而已喔 但是这个而已就很很难的啦 ok 所以 你们可能 就是 上个 礼拜 最难的应该是 把那个什么 member里面的 姓名跟手机 的前十个人提取出来 帮我存成 一个 这个 easeo档的话 那最终 这个版本在这里 ok 好 那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读取啦 那如果说我希望把档案里面的东西读出来的话 上次应该有提到 看一下 读取 读取档案 那再来后面其实还有怎么删除 跟那个修改 ok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在待会再来看 要请各位先练习看看并且把那个上次稍微复习一下 是 顽 读取档案